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高端酒店的崛起和声誉受损 这家老牌五星级酒店在近些年却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走向了停业的命运 是租赁问题还是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六度解析 我们要探讨的新闻是关于北京长城饭店停业的消息 这一曾经辉煌的酒店不仅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迅速发展 还接待过时任美国总统里根 然而 现在他却在2022年底悄然停业 这一事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和深思 我们将为您详细解析 据中国媒体近日报道 长城饭店在2022年底已经停业 这个消息最早是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 而后21世纪经济报道 在6月29日通过实地核实确认了这一消息 留守的酒店工作人员表示 酒店确实已经停止运营 长城饭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3年12月 当时它开始是营业 由于其先进的设计和豪华的设施 吸引了大量民众和单位前来参观 甚至北京市政府办公厅还发文 要求各单位暂时不要组织参观 以免影响正常工作 1985年 长城饭店正式对外营业 成为北京市第一个引入国际 五星级品牌概念的酒店 挂牌喜来灯是北京第一家四星级酒店 并于1991年升级为五星级酒店 在那个年代 北京长城饭店的风光程度可谓非同寻常 它不仅是当时中国第一批五星级酒店之一 还曾接待了1985年访华的 美国总统里根及其夫人 酒店的24层高建筑和旋转餐厅 更是当时北京的标志性建筑 堪称传奇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北京长城饭店逐渐在公众视线中淡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 周围大量高端和奢华酒店的落成 极大的冲击了长城饭店的竞争力 尤其是曾经坐落在该酒店的会所 天上人间事件 对其声誉造成了严重影响 使得长城饭店的地位和经营状况持续下滑 新黄河客户端的报道中提到 一名长城饭店的内部值班工作人员表示 酒店并非倒闭 而是要等待进一步通知 此外 另一位不具名的业内人士透露 长城饭店停业的真正原因尚不清楚 但可能与地皮租赁到期有关 需要重新谈判租约 从不同角度来看 长城饭店的停业不仅仅是一个酒店的兴衰史 它也折射出中国酒店业乃至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变迁 首先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长城饭店的兴起 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腾飞密切相关 作为北京第一家四星级 后来升级为五星级的酒店 长城饭店在当时无疑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 它的建筑风格和服务标准 引入了国际化的理念 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标志性建筑 然而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 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酒店进入中国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新的高端和奢华酒店不断涌现 长城饭店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光环 特别是天上人间事件对酒店的声誉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使得其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 长城饭店的故事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 长城饭店代表了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 融入国际社会的一个缩影 然而时间推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使得这种早期的象征性建筑 慢慢被新兴地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建筑和服务所取代 另外从商业运营的角度来看 长城饭店的停业也提示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需要不断创新和自我更新的重要性 尽管长城饭店曾经风光无限 但在面对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时 它未能及时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和服务模式 最终难以为继 总结起来 北京长城饭店的停业并非单一事件 它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这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个曾经辉煌的酒店如何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事 也让我们了解了中国酒店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经历的波折和挑战 今天的特别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六度解析 我们要探讨的新闻是关于北京长城饭店停业的消息 这一曾经辉煌的酒店不仅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迅速发展 还接待过时任美国总统里根 然而现在它却在2022年底悄然停业 这一事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和深思 我们将为您详细解析 据中国媒体近日报道 长城饭店在2022年底已经停业 这个消息最早是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 而后21世纪经济报道 在6月29日通过时地核实确认了这一消息 留守的酒店工作人员表示 酒店确实已经停止运营 长城饭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3年12月 当时它开始是营业 由于其先进的设计和豪华的设施 吸引了大量民众和单位前来参观 甚至北京市政府办公厅还发文 要求各单位暂时不要组织参观 以免影响正常工作 1985年 长城饭店正式对外营业 成为北京市第一个引入国际五星级品牌概念的酒店 挂牌洗来灯是北京第一家四星级酒店 并于1991年升级为五星级酒店 在那个年代 北京长城饭店的风光程度可谓非同寻常 它不仅是当时中国第一批五星级酒店之一 还曾接待了1985年访华的美国总统里根及其夫人 酒店的24层高建筑和旋转餐厅更是当时北京的标志性建筑 堪称传奇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北京长城饭店逐渐在公众视线中淡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 周围大量高端和奢华酒店的落成 极大的冲击了长城饭店的竞争力 尤其是曾经坐落在该酒店的会所 天上人间事件 对其声誉造成了严重影响 使得长城饭店的地位和经营状况持续下滑 新黄河客户端的报道中提到 一名长城饭店的内部值班工作人员表示 酒店并非倒闭 而是要等待进一步通知 此外 另一位不具名的业内人士透露 长城饭店停业的真正原因尚不清楚 但可能与地皮租赁到期有关 需要重新谈判租约 从不同角度来看 长城饭店的停业不仅仅是一个酒店的兴衰史 它也折射出中国酒店业乃至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变迁 首先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长城饭店的兴起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腾飞密切相关 作为北京第一家四星级 后来升级为五星级的酒店 长城饭店在当时无疑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 它的建筑风格和服务标准 引入了国际化的理念 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标志性建筑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 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酒店进入中国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新的高端和奢华酒店不断涌现 长城饭店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光环 特别是天上人间事件 对酒店的声誉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使得其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 长城饭店的故事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 长城饭店代表了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融入国际社会的一个缩影 然而时间推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使得这种早期的象征性建筑慢慢被新兴地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建筑和服务所取代 另外从商业运营的角度来看 长城饭店的停业也提示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需要不断创新和自我更新的重要性 尽管长城饭店曾经风光无限 但在面对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时 它未能及时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和服务模式 最终难以为继 总结起来 北京长城饭店的停业并非单一事件 它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这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个曾经辉煌的酒店如何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势 也让我们了解了中国酒店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经历的波折和挑战 今天的特别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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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